臺北市政府一樓大廳一到九點鐘 立刻動起來 國內外疫情同時燒 民眾接種第三劑疫苗的意願升高 加上指揮中心宣布 第二第三劑的間隔縮短 因應接種潮 臺北市政府十七號起為期一週 加開七個中型接種站 第一天準備打掉三萬兩千八百四十劑 但臺北市的預約系統 還是出了點狀況 協助民眾以個案處理 會盡量讓大家都打得到 不過臺北市沒有加入十五號重啟的 中央一九二二疫苗預約平臺 讓不少人約不到抱怨連連 蔡秉坤強調是因為臺北市先行一步 先中央一步 明天上午十點開始 中央一九二二的第二十期開始預約 大家可以看到臺北市的量 就會跟中央結合在一起 還掛保證絕對會開出更多量能 供民眾預約 而且四大廠牌疫苗通通有 但在臺北市想要預約高端疫苗 似乎不太容易 連衛福部長陳時中都說 太太找不到地方打高端 一切依照需求提供疫苗 想打高端 請民眾前往北市衛生局網站就能查詢 華視新聞張志勤洪西域 台北報導